心心念念的爱 真香 哇 不愧是有度最大的宵巾窟 好热闹 月儿 我们可是来调查林族失踪一案的 你可别光顾这玩意儿 我办事呢 放心 他身上有明确的气息 对 可他明明是人 一二 我们走吧 各位公子们 现在可以开始降价了啊 礼金白银 一百两 一百一十两 一百二十两 一百二十两了啊 一百四十两 还有谁 一百四十两了啊 二百两 二百两 二百两了啊 月儿 你干什么 我在拯救一只美丽的花朵 你看那方舟公娘一点都不高兴 必是被强迫的 三百两 是他 这位公子出钱之最高价 还有加价的吗 五百两 一千两 一千两 恭喜这位公子 报得美人归 这出手也太阔绝了 一千两 带着斗笠 这人什么来着 也不知道什么来着 这方舟姑娘可是有福气了 啊 等等 这位兄台何不以真面目示人 也好让大家看看 是否与方舟姑娘貌相配 在下我感风寒 不宜接着 这个人有其公子神神 风寒又不是大病 专下又 一千两 小心哪 夜空轮轮 迷雾 这种眼睛 是玄华子 玄华子怎么在这 我不是玄华子喜欢的方舟姑娘 玄华子 一二 你老是这样 这可是玄华子沈墨青 出了名的不好惹 你要是再胡闹 我们都得交代在这里 公 既然你已认出此物 那别跟着我 我会会你出去 这里啊 不会是老乡好吧 小心 是 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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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 寄贡献 战起如宁 旋御间 等最强的戎装诗篇 我是藏口 他平后颜 多谢二位公子相救 我收梁文锁托 送你回鹏来州 定会混你州去 收人锁托 他们不是一段 我在劫匪怀里找到的 这段魂楼 为什么要杀你们 这段魂楼 以不达目的 不会怕休而闻名 此去鹏来岛 虽然沈公子功夫了得 但是梁姑娘 是无腹肌之力 一路上难免出现问题 百雷会在即 梁姑只有见到她女儿 才会动手端到身边 怒着嘴不等 那该怎么办 我带了一办法 我来办做梁姑娘 我和沈公子 吸引所有的注意力 而梁姑娘 轻轻轻轻的 雨速在南下 这样便可以 安全迅速地 我一个人吗 当然不是 有人陪你去 小儿 你没事吧 我哥哥 苏青雀 武艺高强 可以护送梁姑娘 我怀疑她跟 失踪的龙族有关 我先跟着她 打探一下 她可是喧花子 怎么可能 反正 这就是我的第六个 回去被婆婆罚 还是送梁姑娘回家 你选一个吧 在下苏青去 我哥哥 定会不送梁姑娘 请 计划不错 可梁姑娘是女儿身 有胸台扮演女孩子 她是会暴露吧 我就是女孩子呀 还没有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 苏青涵 心上温柔 最爱唤醒 一句 多鲜浪 我们已赶路多日 找个地方休息片刻 去玉天庄 玉天庄 你很熟吗 父母相识 我们在那漏脚的事 传出去了 那边去我旁来的路 变得更顺利 我可听说 玉天庄的大小姐 曾经亲目与你 但是被你无情拒绝了 尝试匮乏 对这些传闻 却了入指掌 邻足备休克 就是了解你们这些 道貌安然的先门 依UN 从来 内 Alien 我们这些稳识 那些避大的 或这些爵晚 忘记阿 土 后来 卑 이러 之前 万能 亲 林 den 把东西 穿 现在是方舟姑娘 是传闻中你最亲爱的名字 下来吧 这还差不多 这位就是传闻中令玄华子一见倾心的名记 方舟姑娘 与你何干啊 清哥 他们是谁啊 好凶啊 确实无礼 墨卿竟然这么护着他 难道传闻都是真的 仙君许久不见 小妹年幼无礼 还请仙君见谅 仙君行路至此 特请仙君到府上一叙 许久不见 请 你走侧门 你 为何 回仙君 这位姑娘的身份 不适合走这门 来者不善 我能进得门 她都解 仙君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话吗 记得 那我们是什么关系 湘月 表面给我难堪 说他下你面子 以你这种心思 肯定懒得跟他们计较 但现在 你可是我心愿之人 我断不愧让你受丁点委屈 放心 看我操作 居然会笑 方便准备了仙君最喜欢的绿茶酥 仙君请入席 绿茶酥 我们玉天庄的座上之兵 没有身份低贱之辈 还请方舟姑娘去后堂用膳吧 秦哥 那我们去后堂吧 好 家妹年纪小 可无遮拦 方舟姑娘 不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吧 方舟员是被轻辱惯了呢 若是反驳还会被人指责于小孩一般计较 只是 我还从未见过这么高的小孩子 二小姐比我还要大上两岁吧 这么说 我也算是小孩呀 今日若是有什么失礼之处 也望大小姐不要与我计较她 这 当然 你这个雅尖嘴利的小丫头 秦哥 她笑我 别怕 有我在 跟老娘比装白莲花 你还弄掉 二位请入席吧 家中 家父和兄长都不在 只有我和家妹 如有招待不周 还请尽量 女儿不愿 我们就去下下 万刀门 想必比日天中的待客之女更好选 没有不愿 和你一起 哪里都愿意去 而且 我也有点饿了 好 走 方舟姑娘 银河一直蒙着面 怕是长得太丑 无法见人吧 秦哥 我帮你取下来 我不愿别人看她 你看到哪家画本也太贵了吧 这小丫头真有几种姿色 大家请用膳吧 老虾 没有婆婆管着 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等等 我现在可是娇滴滴的梁方舟 吃太多会露馅的 那小两小黄银好好吃的样子 秦哥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 老板 这也有五星期 听门 听门 方舟姑娘 鼓子超群 曾依武动天下 是啊 我差点忘了 方舟姑娘 曾经可是天下第一的花魁呢 不如今日 也跳来给我们看看 不便 怎的那些花了钱的就看得 我们就看不得 若是她今日跳得好了 我也可以赏她些金银 到底只是烟花女子 还想配得上木槿 秦哥 什么是花魁 一个烟花女子 不知道什么是花魁 不是 明明就是在装饰 花魁就是花中魁首 夸你长得好看 哪里哪里 我倒是觉得 余大小姐比较花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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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说 这子您幼 余大小姐 应该不会跟小孩子一分鸡 怕是有的人学艺不精 浪德虚名 怕跳出来被人笑话 假我跳舞的人说 学舞是为了跳给西列人的 秦哥 你想让我跳舞给你看吗 两方舟我一进去 跳她的舞很容易露出破绽 没人发现身份 哇 你这样悄悄用灵烟跟我说话 有点刺激 我在和你说正事 伤安勿躁 他们这么执着意让我跳舞 只怕是有人想试探 我身份的真假 我们越退缩 就越会让人怀疑 相信我们 秦哥 那我给你搬走 姐姐真的要让她出这个风头吗 出风头还是出笑话 还未可适 我倒是要看看 一个花楼出身的女子 能跳出怎样出城的女子 燕花女子就会使这些不入流的手都勾引了 这方舟姑娘果然不是帆平啊 刑官大人到此 为何不过来一讯 当宵尚有功务在身 只是路过时 突闻秦山醉人 又有美人起舞 这脚实在是挪不动半分了 玄花君还是这么翻领不认人啊 他就是那个传闻中一眼变善恶的刑官 怎么如此不靠谱 休得不应 莫看此人吊耳朗当 但最舍不得 于小姐此言差一点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你惹十二刑官 不惹玉面玄花吗 你们父兄不在 就仗着自己是女子 玄花君不好跟你们撕破脸面 就一再出言不信 也是很有魄力啊 我都有点佩服你们 没想到 玉天庄和玉天庄的朋友 都是大锅子 真是扫兴 清哥 我们走吧 走 小美女脾气不小 玄花君 艳福不浅 什么艳福不艳福的 瞎说什么大实话 林雨剑 我们告辞了 莫青 天色已晚 还是留下休息吧 我还没有见到地主之遗 你见的已经够多了 莫青 还有 我跟你没有说到如此地步 还请于姑娘不要叫得如此亲密 免得让我心爱之人误会 亲爱之人 在哪呢 是啊 人家会生气的呢 哦 没想到玄花君是这种人呢 走吧 如果真的就这么让他走了 父兄回来怎么交代 这生意识 难道这里还藏着我的同族 今天的事 是我的不对 莫青你不要生气 这话你不该跟我说 是我们唐突了方舟姑娘 请方舟姑娘 不要介意 也好 秦哥 既然于花魁 哦不 于小姐一番好意 那我们就留下吧 好 风秀 带二位去休息 是 请吧 原乡也留刑官大人一宿 但 你有公务在身 哎 玄花君都已经留宿了 我当然留在这里陪他 秦哥 他跟你很熟吗 不必理他 你又干嘛 这里是花园 不许靠近 怎么走差了 多怪我一直分神想着秦哥 山手可得 何必乱想 军府上 乌金八卦锁 还没有老娘砍不开的锁 本以为是童祖 原来是灵狐 你也是灵祖 我闻到你身上同类的气息 我叫苏清涵 是灵猫 仙灵宫公主 传闻仙灵宫公主法力高强 小心 还请救小儿一命 你这腿是怎么了 断了 他们怕我偷走 瑜伽的人 我以为他们只是小气而已 没想到竟然如此恶毒 可是人族不是禁止捕捉已开治的灵族吗 这是人灵之间的约定 他们怎么还抓你 瑜伽家家主的禁单期太久了 他想用我的灵单助他进街 只可惜这副灵所 千古至今 我已经走不了了 只求你能把燕儿带走 他还那么小 所以你才要跟他一起走 照顾他 护着他 不要让他一个人长大 你放心 这锁我砍得对 玄华君睡不着 可是想我了 想你留眼见 有了心宽望的旧爱 无情啊 这六灵族 灵猫嘛 不就是你那位 是其他灵族 给我拦着他们 梁光州 一见人赶来这里 堂堂人族正宗 竟然为了一己 自欲抓捕我们 谁给你们的狗胆 姐姐 怎么办 还知道了 杀了他 杀了他 可是 这是爹爹找了好久的千年灵丹 你傻吗 行官在此 一旦被他们发现了这事 我们和父亲就都完了 我以为你只是长得丑 没想到心自禁也这般恶 我 不行 如果我动手 那么我的商贩就会暴露 不仅亲哥也是搬得这 两姑娘那边就危险了 准备 你敢 我早就想弄死你 动手 娘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 雨风铭 我杀了你 反正你们今天都会死 何必在这假行行的就来就去 你不怕金哥找你报仇 我会告诉他 方舟姑娘 无心死于九尾天湖之手 你放心 我会替你好好安慰她的 动手 好一招杀人灭口而遇下结 所以 方舟 金 金哥 快 快救救他 我 我本就是叫死之 是求你 照顾好我的孩子 对不起 我说了要救你 一定 我一定会 天山不轻 天山不轻 我 如来 风银 在这 天空 不能照顾 我 尝尝 尝尝 要见你不要死 与总编 我杀了你 行婚在此 他们会此付出代价 不必这些人葬了你的手 临总无故失踪的案子 我已经冰了好久了 没想到堂堂玉天庄 真的会做出这种事 母亲 这一切都是误会 你帮我跟行官大人悄悄起 说过了不要这么教我 母亲 你不要走 姐儿不要停走 叶儿别怕 娘亲会在天上看着叶儿的 你变神 叶儿 母亲 母亲 你别怕 叶儿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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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救救我 母亲不要放弃我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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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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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郁天庄你说该 自己喝饭 诶 你治什么情况 无情啊你 清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不是很没有 先上湖要死 然后连他照顾他儿子的主头都做不了 亲哥 为什么我当时要由你 我原本是能救他 我能够救他的 不是你的错 而且 你救了我 这是 你什么时候灵明起灵族了 方舟姑娘这是 方大哥 像您这么一名神武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风度冰冰精彩绝艳 修为高深气宇不凡的行官 方舟姑娘 绘书你就多说点 方某有的是耐心听 所以 这该死的真有意 玄火军 你完了 你见谁都这样吗 要不要给你准备一台银中仙 亲哥 嗯 住了 你不是说临走前要再去逛逛吗 陪陪于是我们选择相爱 天呐你真狠 晴哥 祝父不你 不安心 你是不是要去盆埃 跟他们会合了 不请 今日随意一玩 请 天气欲望 雨季 今天晴朗 阳光白云 微风停躺 雨天 踩了你 羊起的最强 一声歌 笑 温暖洋洋 这世界 有人 慷慨 有人 被 爱 有人 一直等你 等到现在 这世界 有人 等待 有人 释怀 小娘子 看一下这盒包 这是成修草做的荷包 小娘子买一个吧 成修草 这成修草荷包 是护送定情之物 小娘子你懂的 风大 哎呀 小娘子 你好福气呀 你家夫君多体贴呀 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呀 多谢公子 秦哥 那个 天凉了 背后有点冷 手也冷 无妨 那个 而且心跳变快了 我也愿意了 想和你眼波济 起了 连衣 刚和我借早挂起了 相依 什么还没等过 还是让他们跑了 真是可惜 无妨 留活口 他们才能把消息带回去 也是 刚才的人 不是断后楼的 你哥哥和方舟姑娘 已经抵达盘来 什么时候的事 今早收到了 两问的消息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 再假扮梁方舟了 任务结束 我和秦哥 是不是也要分开了 那 那真是太好了 刚刚太紧张了 玄华君 要走也不打声招呼 就不怕我会想你啊 太好年人了 清哥好像是习惯了 要跟我抢人 方行官 怎么又来了 嘿 有事方大哥 无事方行官 方舟姑娘怎么还两方面孔呢 所以方行官是来追我 同我道别的吗 玄华君 怎么 变相赶我走呢 不知道 千余山的消息 你感不感兴趣 清哥你们俩 我先去收拾行李 百列会投筹丢失 千余山现在正召集各路 抓有千连灵丹的灵祖 重新作为投筹 那这几天我回去一趟 嗯 出了吧 清哥 你 放心 我后会只查清楚的 清哥 你知道我 知道 知道什么呀 知道你跟着我是为了查灵族失踪一事 清哥 我不是故意的 我早就知道了 其实也不只是 我还对你 对我 对我什么 对你 居心捧蹭 别有用心 红沫不轨 那 我们彼此彼此 还有一件大事 还有一件大事 我先去收拾行李 你最好是真有事 千余山 恐有变数 呀 哥哥 哥哥 哥你在哪 哥哥一定就在附近 回千余山的话 你的小美人怎么办 百流会在即 千余山多的是心属不正的修仙者 不便带着他 嗯 慕容 文中几事 有危险不必代言 可在此 势必定乱寻 寻话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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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 闻到了千余的味道 那是什么 哦 这是为百列会准备的猎物 据说准备了一只 灵芝特别高的灵兽 会为头丑呢 灵兽 哥 哥 你终于回来了 灵芽怎么样 既然是哥托付的人 那我肯定要好好 好照顾啊 你怎么闻到了青哥的味道 青哥是你吗 救命啊 救命啊 救 救 不是青哥吗 好痛啊 不仅哥哥没有找到 还被这包小猛果天使抓到了 我怎么那么懂呢 你还是那么不可爱 你也还是这么无聊 冷面冷清的玄华子 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快的小玩意儿 还给我 这么紧张 哪家闺秀送的 她不是闺秀 甚至不像任何一个正常的女子 是不一样的 她是特别的 没错 是特别的 怎么认识她 发展到什么地方了 说嘛 说一下 去帮梁翁办事的时候遇到她 那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呀 跟你有什么关系 要不是你为了我去找梁翁 又怎么会遇到她 抓点紧 别浪费了这个机会 你在这儿 住的还奇怪吗 嗯 不再是漆黑的四壁 还有阳光照进来 好的不能再好了 我会让母亲 尽快让你离开这里 不必再我去跟那个女人妥协了 你已经用金人审视一族来换我的命 又为了能让我从那个小黑屋里出来 帮她在梁翁那里得到了神兵 你已经人质易尽了 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 再说 我现在还能听见万物的声息 抬头还能看见阳光照射进来 还有人给我送着上好的云中仙 足矣 我原本也以为生活皆是如此 无喜无悲 无贪无礼 直到我看到她的眼睛了 我才知道那个人对我来说 是不严 如像黑暗的流行 抽象的意义 让人忍不住 向我靠近 听你这么说 我倒还真想见见 能让玄华子说出这些话的人 是谁 所以 莫有心放弃 我也希望你能遇到那个 改变的 只怕 我没那个福气 算了 今朝有酒 今朝最 这就是摆猎会的头筹 是 蓝师叔 师祖吩咐不能先 是只颇为猎性的灵兽 我就喜欢训猎性的畜生 怕什么 沈姑姑最疼我了 看起来 他不像个猎性子 难道 要记一下 鞭子 看我的 畜生还在反抗 有意思 很好玩 蓝师叔 不能再打了 要是输了 是弟子可再耐不起 怕什么 死不了 猫儿 这么紧张 还怪让人羡慕 你们在干什么 孙大哥 你来得正好 这只处着他 千哥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是师祖 那是师祖 他不一定要带的 不能解 让他来找我便是 千哥哥 我 要再跟我来一下 别怪我不客气 千哥哥 哥 哥 你这是冲冠一怒 魏红颜 我 那 千哥 就是他抓到我 是你 那什么 母亲让我去吃饭 我得赶紧去了 我来就没饭吃了 嗯 та 没事吧 我没事 清哥你不要怕 没事就好 我本来想去找哥哥 结果就被几个天使抓了 他们可真叫坏 偏偏还长了一张善良的脸 所以以后离那个坏蛋原点 知道吗 才不能 等我灵异恢复 我要狠狠狠狠狠地揍他 把他的舌头拔出来拧成麻花 你把我都记在另一个耳朵上 被四肢砍成爬行龙 再给他套上锁金圈去溜完 真恶毒 怎么 暴露本性 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爽女一点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暴力的喵 他毕竟是你的弟弟嘛 无妨 不用给我面子 妈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 清哥你不要怕 我没事 你先好好休息 这是我的房间 我回你来 安全 你先好好休息 知道了 清哥 哥 你不会为了他打我吧 你说呢 白猎会偷出丢失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如此符合母亲要求的替代猎物呢 我 我怎么知道你也看上了他 以后离他远点 如果我再看到你靠近他 我会打断你的腿 你 你把他带走我怎么跟母亲交代啊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听说你抢了百猎会的猎物 还打了芝儿 芝儿没打小报告 是小弟子看见他 他抓的是灵猫族仙灵宫的公主 拿他做猎物会引起灵宫的 你说 他是仙灵宫的公主 那个苏清涵 是 百猎会是各大门派的牌位之斩 猎物纪已定下 哪有轻易更改的道理 区区灵族 也能让你如此顾忌 你还是这样 除了审视 谁都不放在眼里 我也一直期望 你能把审视放在手里 你跟那只灵猫的事 我也略有耳闻 沈兰两家的婚室 是早就定好的 我劝你 趁早断了这念想 你现在 还是多花点心思 在兰婷的身上 我不喜欢兰婷 更不会娶她 沈墨青 我教过你这么顶撞母亲吗 儿子只是想好了 自己想要的事什么 还请母亲见谅 儿子告退 你以为 你能救得了那只灵猫 她身上有定身重 百猎会不结束 她若离开此处 就会受到反噬身亡 你们竟然给她下咒 所有猎物身上都有 你以为 她凭什么可以例外 母亲 有我在 任何人都伤不了她 您记得让那些 被猎王来 千好生死状 千哥 千哥呢 这是受伤的福利吗 救命啊救命啊 我要严死 你看清楚啊 这谁指到你的腰 清哥 我差点被淹死了 好了没事 淹不死猫的 这这这 这是我干嘛 好害羞 我去彭莱熊了个东西给你 碧水红壶 带上它可以穿山碧水 我帮你带上吧 嗯 带上它之后 你就再也不用怕水了 我们回去吧 清哥 清哥哥 变回也行 为什么 穿得太少 可是泡温全部都这么穿吗 清哥你嫌弃我 是我不想让别人看 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 还真是完美呢 其实 清哥哥 上次的事是我不对 我其实很喜欢领祖的 骗人 看见大名 清哥哥 曼婷 没什么事 早就回去吧 哎 清哥哥 你看我现在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母亲为我寻到了偏方 已经去除了伤疤 恭喜 哎 清哥哥 嗯 他小时候很丑吗 不记得了 沈姑姑 蓝梯 嗯 脸上这是 好了 幸亏母亲寻到偏方 才让我的脸 恢复如初 还真之后啊 要不是天泽 当年毁神术 也不会连累你 受伤重病 无妨的 多年来 幸得姑姑与清哥哥的照顾 况且 如今我和清哥哥 也是 现在都变了好事 嗯 待你和莫清成婚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何必再分彼此 嗯 那要我哥肯娶你才是 知 她就是那个 即将再给玄华子的 蓝家小姐吗 还真是般配的 嗯 岂止啊 这蓝小姐 可是继承了蓝家的 全部绝学 是现今 绝无仅有的炼药高手 哎 不知要招来 多少娘子的毒痕了 嗯 哎 那是玄华子吗 这灵猫 打扮打扮挺好看啊 诸位远道而来 一路新闻 沈墨青在此 遇出各位明日百列会 旗开得胜 多谢天君 笑什么 我们这样 笑不像晨晨 笑 那个蓝天们的 那里 让他知道明白 也没什么不好 走 诸位远道而来 一路辛苦 沈墨青在此 预祝各位明日百列会 旗开得胜 多谢天君 哥 你不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身边这位啊 我们可是很好奇呢 是啊 清哥哥 怎的把百列会的猎物 带到宴席上了 小妹妹怎么如此激躁 是不是也想坐我这个位置 你 难道她就是仙离宫的公主啊 区区领祖 也配与我们同喜 清哥 可可以打她吗 这其实是我的死心 恰巧今日周围都在 也替我做个建筑 莫尔 如果我能在百列会找到你 你愿嫁给我吗 莫青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猎物啊 怎么转身就成了 玄花子的未婚妻了 是啊 嫁可是玄花子的 不是那个兰家小姐吗 我没听错吧 当然没有 你放心 尤其是一开始 所有挡在我们面前的障碍 我都会为你一一铲除 你 我失恋了 我感觉 自己受到了威胁 你说的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谁会拿自己的新上任 以身犯险 猎物 终究是猎物罢了 哪里有险境 一星人的三角猫功夫 我根本没有放进眼 这位兄太恐怕多利了 你说谁是三角猫功夫 不必对他而言 百列会与你 可能是险境 与我 不过是个 淘汰欢心的游戏罢了 还是因为护着我才这么说 还是他真的对我 仙人少看到仙君如此强势 看来果然是色令至昏啊 你玄华子与这公主的关系 这百列会的猎物还算数吗 诸位宽心 不管是谁 百列会规则不变 今日的善宴就到这里吧 明日午时 请各位准时到千余山山门 有劳夫人 这次百列会够热门 先回房间等我 今日之事 你过分了 我说过没有人可以放的 你长大了 我是不会承认这种婚事的 他最终 也不会落入你的手中 清哥 今天说成亲的事 是我唐突了 你这是反悔了 不是后悔 只是成亲之事 本应提前知会你 再去你家提亲 不应该如此冒失 可今日 我既想在母亲 说出于蓝天的婚事之前开口 又想担任所有人的面 把你画到你地中 那样那些觊觎你 看清你的人 才会有所收敛 好吧 确实都是我的私心罢了 我想向所有人宣布 你以后是我的 想说什么大实话呢 现在想来 是我思虑不着 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 对于给你造成的困扰 待百类会结束 你就快自由了 对外只说 说另有良缘 是我自作多情即可 谁说你自作多情了 我没有跟你说过 我喜欢你吗 什么 我说 我说我喜欢你 苏清涵在这个世界上 最喜欢的人是沈默青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喜欢你 苏清涵在这个世界上 最最喜欢的人 就是沈默青 我喜欢你 自作多情 这熟悉的感应 你可不听 雨天划过泪滴 成睡不醒 我能否遇见你 入梦里来 和你相遇 回夸过山海 你可以入梦来 如果相遇 如果相遇不来 这份爱会盛开 如果永不醒来 这解决会更改 我宁愿 我宁愿 终会更改 我哥也帮我定了婚约呢 怎么办 你哥 什么婚约 不如 我们马上为 煮成熟饭吧 什么意思 你这都自己在干什么吗 知道啊 等我们有了小猫仔 那我哥 怎么再比我 嫁给狼儿大 可恶的鲫毛 竟然敢乘我的东西 我早说过 那个玄花子不靠谱 你还一心扑上去 现在人里两族 都知道他抛弃了你 整个药线门的脸 都被你丢光了 你 我怎么样用不着你管 你的脸 快 快拿慧容带来 快 为何 为何一定要在意这张脸呢 它只不过是一副皮囊而已 只有这样 我才有资格站在它身边 就像那个灵猫 不就是靠着这张脸吗 或许真的有人不那么在意呢 怎么可能 那个灵猫 不是有天灵丹吗 只要拿到了 我就再也不用这 糊弄人的换容丹了 恐怕 我们现在事单力薄啊 这断魂楼的人 不是要合作吗 这灵猫 我要定了 芝儿 白猎慧你知道该怎么做 一个为了别的女儿死的男人 到底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 不许这么说你父亲 本来现在就差灵猫的千灵丹 就可以复活你父亲 原本可以轻轻松松得到 现在却被你哥横插一脚 白猎慧或许费点功夫 自己是半人半灵的怪物 还妄想保护另外一个灵子 她若是冥顽不灵 你就打开此样 母亲 真的要这样吗 芝儿 连你也要背叛母亲吗 就这样 然后呢 然后就快点睡觉啊 我们睡多久才能有小猫球啊 你笑什么 小猫球要拜完天地才会有 来 你先把眼睛闭上 不准偷看啊 这是我对本命法宝 百类会可以护你周全 你安全 我被先安 先安及无据 在百类会上 你只需要隐匿其心 等着我来找你 这次的百类会 一定很有意思 竟然改了会场 出去寻境 这百类会不仅安 玄华君 恐怕奇数难逃 青哥 你来啦 青哥 青哥 你来啦 哈哈哈 你来啦 回忆跨过山海 你可以入梦来 如果相拥不来 这份爱会盛开 如果永不信赖 这简直会更改 三叶交情 一堂地园 共蒙愿蝶 白手入鞋 神默请此生 顶覆此言